各位頂姊妹你們好啊,很開心和大家一起,我們又再一次去研讀聖經 我們今天,今晚呢,仍然是會繼續講到靈聖神的聲音和領受神的方向和使命 我們開始之前呢,首先回答一個問題,《加勒泰書》二十節 《我已經與基督同釘十字架現在活著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裡面活著》 那麼這個經文是什麼意思呢? 那麼首先呢,其實我們當我們想到釘十字架的時候呢 我是想到耶穌當日耶穌當日是怎樣呢? 釘十字架是死刑來的,是判死刑,就是會呢,並且是很羞辱的 會被釘,是公開的,並且是脫衣服的,是很羞辱的 其實呢,所有那些耶穌釘十字架呢,全部都是脫衣服的 因為我覺得太肉酸了,所以歷代教會都沒有人畫圖畫是沒有了衣服的 那麼呢,就在當日來講呢,全部都是沒有了衣服的 是一個很羞辱的懲罰,這個是神預備 所以耶穌是要去釘十字架,為了承擔我們的羞辱 以及承擔我們一起罪的懲罰,這個是 所以耶穌所承擔的,是一樣非常之 可以說是很捨忌,居然被人家這樣去, 在人的面前完全沒有地位,沒有身份被人家做的。 所以這個是一個神設計給耶穌去做, 為了承擔一切人的罪, 還有那個奏助和羞辱。 好了,與基督同釘十字架是什麼意思呢? 就是說,我真的好像跟耶穌一起死一樣, 我現在一起去判死刑了, 即是說,保羅也說了,現在活著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裡面活著, 就是我跟耶穌好像去判死刑, 判死刑之後呢,根本就不是我活著了, 是耶穌活著,耶穌說了事, 我這個人呢,已經在耶穌裡面是死了, 所以釘十字架的意思呢, 就是跟耶穌一起死, 我完全放下我的慈懇, 放下我想做的事, 放下我想追求的事。 但是有些人呢, 就很多時候, 口語化呢, 講的時候, 背十字架呢, 他就不是這樣的意思, 他經常說, 受苦, 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聽過, 有些人呢, 他們講到, 背十字架呢, 即是受苦的, 但是其實呢, 那個原文的意思是, 其實就是跟耶穌一起判十字架, 我就看我自己是死的, 這個呢, 看自己是死, 這個東西是一個, 內心的心態, 那當然它是會影響我們的行為, 那個內心心態就是說, 我再計較我自己了, 我不再追求我自己, 想追求的東西, 我好像已經跟耶穌一起, 已經釘了十字架, 那我完全呢, 被耶穌說完事, 就是完全那個主權, 在耶穌身上, 耶穌說, 叫我做什麼, 我就做什麼, 這個就是, 就是釘十字架的意思, 而耶穌也都講到, 如果人跟從我, 背他十字架呢, 就去做我的門徒, 就是說呢, 背他十字架呢, 也都是就是說, 和耶穌一起去釘十字架, 即是, 你好像現在判死刑, 你放下自己, 所以耶穌叫我們去跟從他呢, 我們看到很多經文, 是和很多人的觀念, 就是呢, 信耶穌就可以了, 是完全不同的, 我自己在初信的時候, 我看聖經, 我看到很多經文, 我都覺得, 哇, 耶穌講的, 和教會講的, 很大出入, 因為為什麼呢? 教會講, 你相信耶穌得救, 那你就遵從神了, 但是耶穌講呢, 就是, 你不背起十字架, 跟從我, 你就不配做我的門徒, 你愛我, 你愛你的家人, 父母, 兄弟, 姊妹, 和你所有的一切, 超過我的, 你不配做我的門徒, 就是, 耶穌講到呢, 跟從他的人呢, 這個意思, 和很多人表達的是, 真是很大分別, 很多人的那個表達呢, 就是, 你相信耶穌, 那你就聽話, 遵從神, 祈禱, 靈修, 那麽呢, 就已經是很基督徒了, 是很少講到, 你寫記, 和耶穌一起釘死, 你將自己捍為已經死了, 然後耶穌活著在你裡面, 掌權, 耶穌說, 你不配做我的門徒, 就是, 你不背這十字架, 跟從你不配做我的門徒, 所以, 耶穌正說, 你真是想做一個門徒的話, 你是將自己釘死, 和我一起釘死, 那這個釘死呢, 就, 罪聖情就是其中一部份, 那但是, 其實也都是, 最主要是主權, 就是說, 你的主權完全不給我, 是, 不再是, 你作善, 是我作善, 你已經是死了, 那麽呢, 就被耶穌活著, 所以, 背十字架, 又要受苦了, 我們要背十字架, 就, 將那個, 背十字架的意思是, 轉了做, 受苦, 受苦當然, 基督徒是一定受苦的, 那, 主要耶穌在這裏說, 我放下我的字架, 讓耶穌作善, 好, 因為, 為什麼呢, 因為, 當日來講, 就是釘十字架的弱解, 釘十字架, 就是他死, 就是放下我的字架, 就是, 這個根據, 當日, 釘十字架的意思來解釋, 那, 基督徒和釘十字架的意思是什麽的, 不只是說到受苦, 就是, 有很多人就覺得, 他全部就要受苦了, 人工很低了, 受苦很多人的拒絕, 那真是背十字架, 就是, 他們會這樣看, 就是, 我們要走這條路, 真是背十字架, 這個是很多人用, 背十字架的意思的, 那這個其實, 沒有聖經是這麽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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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普羅在《格拉太書》二章二十字架所講的, 現在活著的, 不再是何? 所以, 這裏是, 講得很清楚, 就是, 耶穌說是, OK? 那當然, 包括, 聚聖情, 就是, 我不再跟我的聚聖情, 我跟了你的心意, 因為, 我會這樣問, 明白, OK吧? 明白, 謝謝牧師, OK, 好, 那好了, 那我們繼續看這個主題, 就是, 講到, 怎樣靈、 聖神的聲音, 和領受方向, 和使命, 那我們今天呢, 用的經文就是, 創世記五十章二十節, 好, 姐妹請你讀, 創世記五十章二十節, 從前你們這一詩是要害我, 但神這一詩原是好的, 要保存許多人的聖靈, 成就今天的光景, OK, 好, 那你知不知道這句話是誰說的, 你知不知道? 這句話是誰說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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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約失, 是的, 那約失在什麼情況之下說這句話呢? 是, 他應該怎樣? 是, 再說一說, 凡是, 我們一起兩個出聲, 就誰先一點點出聲, 那如果兩個真的好一起呢, 那都隨便一個說就可以了, 那就是另一個, 他一開始說, 就另一個就等他說, OK, 好, 他重遇回他的家人的時候, 是的, 那還有呢, 其實是他的爸爸死, 之後, 他那些哥哥就跟他說, 他說呢, 爸爸臨死呢, 就叫你怎樣對我們好啊, 那約失呢, 就回答他, 就回答這句話, 從前你的意思是何去說的, 但是神的意思是好的, 要保存很多人的性, 成就今天的光景, 這裏我們看到, 約失對於神的工作, 和人的際遇, 有什麼看法呢? 約失對於神的工作, 和人的際遇, 有什麼看法呢? 你看清楚他講什麼, 你看清楚他講什麼, 看一個經文, 根據那個經文去判決, 到底, 約失對於神的工作, 和人, 怎樣害他的關係, 我們用經文去解釋。 我試一下, 約失呢, 看回他之前被哥哥出賣, 和被哥哥加害這件事呢, 很正面的, 因為他很正面, 他怎樣看呢? 他就看到, 他看見神的意思, 而他認為這個神的意思是好的, 目的就是要保存很多人, 包括他的兄弟和爸爸的性命, 成就今天的光景。 OK, 這樣, 即是說他對於世上發生的事, 和神的工作, 神的計劃, 有怎樣看呢? 即是當你將這件事配合的時候, 即是他對於神的工作, 和計劃, 來人做的事, 人做的破壞, 他怎樣看呢? 嗯, 他應該是將人, 他覺得上帝都是藉著這些人, 帶他來埃及, 是的, 成為今天的宰相, 即是其實這些人, 神的工作, 是的, 不過是藉著這些人, OK, 神藉著這些人, OK, 這個一個是對的, 這個東西是對的, 但是還有另一個角度, 在這裡可以, 還有另一點的, 雖然, 那些人真是傷害他, 但是, 神都可以使用這一切去, 去成就他的美意, 是的, 好,謝謝你, 謝謝你, 那麼, 那麼, 即是說, 那些一個歌想害他, 就是人要做破壞的工作, 但是, 人破壞不到, 因為神呢, 會, 在人的破壞之中, 會做事, 那麼, 神的工作, 是否一定要有破壞才做事呢, 我問大家, 是否要, 神做事呢, 是要每次都有人破壞了, 然後他做事, 或是在這個情況, 人破壞, 然後跟著他做事, 我想問大家這個問題, 是否一定要有人做破壞的, 神才做工呢, 不是, 不是, OK, 聖經有沒有一些例子, 是人沒有做破壞的, 而神做工呢, 還有這個問題, 什麼可以跟著他做的? 詞歌曲 柏雅 有的是, 那麼, 羅雅就很聽神的話, 就起了方舟, 那些人就會不聽話, 那麼, 神就, 那些人就, 當時來説其實, 那些人是妒笑羅雅, 但是沒有傷害她的, 沒有殺她的, 這個就是對的, 即是說, 當時說, 就是神要做這樣東西, 接著就不做了, 所以,神要做一件事的時候,他根本是不用人要做些事先的,他可以自己做的 我想說一個神學的觀念是有些人所說的 他說什麼呢?他說人類犯罪之後,那個主權就給了魔鬼人 這樣的時候,神就無權做事,直到基督徒去祈禱,或者神的子民去祈禱,才會給神的permission 就是准許神你可以做事了 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聽過這個 是有些人在代討運動,代討是好的 但是他就說到代討的重要性是什麼呢?就是說 他說如果不是人代討,神能夠做事 直到人代討的時候,就把這個權力給回神 因為人把這個權力給了魔鬼 所以現在人要祈禱把這個主權給回神,神才可以做事 但是現在對於這個觀念有什麼看法? 還有,聖經是否支持這件事呢? 聖經是否支持這件事呢? 聖經是否支持這件事? 如果說的,唐當夏娃都管監你這個地... 聖經是否支持這件事 聖經是否制服這件事 聖經是否支持這樣 聖經是否也就是掌握到名 approved 父啊w ノ 聖經是否支持這件事 聖經是否支持這件事 聖經是否忍酷 神就沒有permission去做事 因為人將這個團併,就是神本來給了魔鬼 所以現在魔鬼掌權了,所以神都不可以做事 直到人來討的時候才能做的 這件事我真的覺得不是聖經傳遞 因為譬如很簡單就是在耶穌的內臨 連那些門徒都不明白 門徒都不明白,沒有人求神派你的兒子來為我們釘死 沒有人求這件事的,沒有人去做任何的預備工作 耶穌來的,他只是純粹是神自己主動去做 他並不需要人讓他准許才可以做 其實神有很多的工作,不是人要祈求他才做的 譬如聖經裡有一句說話 《光臨多前書二章九節》 《神未愛他的人所預備》 《眼睛未曾看見》《耳朗未曾聽》 《而人心未曾想到》 即是說,人都沒有想到,怎麼會祈求呢? 神已經為他預備了 所以那個要點就是神是絕對一樣 現在有主權去做任何的工作 而當有時候人不聽話的時候 神依然可以將那個情況扭轉,成就他的計劃 如果當人聽話就更加好 例如有些先知,例如薩姆爾 他真的聽話,神真的祝福他祝福以色列 在他帶領以色列的時候,以色列是復福的 並且興起了大衛這種親近神的心 OK,好了,我們看看這個經文是什麼呢? 人想害約瑟 但是約瑟就說,但是神有個意思是好的 其實是不是神令到他的歌出了他呢? 是不是神感動他的歌出了他呢? 鬼王先生就是問題 他是 queer chrom中群的 神不是 所以他就做了一些示例來撼開他 所以她就做了一些示例獻去受傷他 就是人的罪帶來悄悄 神是不是感動猶大去出萬耶穌ensor 神是不是感動猶大去出萬耶穌屋 神是不是感動猶大去出萬耶穌 不是,但是神一早知道 是的,一早知道,就是在神裡面,神是不會有邪惡的意念的 他不會說,好,我要弄到你去犯罪 你成就他的計劃,是人想犯罪,人想傷害弱室,並想殺 當時猶大救了弱室,就跟我們說不要殺他,就提議不如賣掉他 這個也是神感動他,就是讓他救回弱室的命 由這個經文我們看到一樣,就是神給人的計劃 當一個人聽神話的時候,會不會被人難了? 由這個經文我們可以看到這一點 人可否難了神會做他的工作? 不可以 不可以,為什麼不可以呢? 由這個經文 因為其實他的哥哥想陷害他,想治他於死地 但是神就挽救了他的聖命 不但還放了他在一個膏位,還用了他救回他一家人 對 突然間被這個歌出埋,第一就是很失望,很擔心,很害怕 一定會有的,失誤沒有感覺的,不過他處理問題,就是他怎樣處理的呢? 那麼他去到埃及的時候,也是被那些人埋了他 所以他根本是很無助的,也都很擔心的 其實他是不懂得埃及語言的嘛,他們說的不是埃及法來的嘛 所以他去到埃及的時候呢,根本他是一個很無助的情況 他完全是被動的,完全是沒有任何事情他能夠做到 他只有一件事就是他親近神,他親近神的時候呢 在聖經裡面記載到,詳細記載到呢,就是呢 神與他同在,他就百事順利了 他在他的主人工作的時候呢,神與他同在,他就百事順利了 那大家可以想像,他去到那裏得到他主人的歡喜呢 是經過幾長的時間,然後他主人會信任他,你猜 就是會應該,不是很長的時間,主人信任他呢 他在埃及人家中工作的時候呢,應該就不是一個很長的時間 但是他的表現呢,實在是令到這個埃及的主人非常之驚訝 就將他提升了,變成他的管家 那這個就是神與他同在,亦都似給他智慧去學習 學習埃及的語言,很快學了 因為他如果不學,他不可能做一個管家嘛 那這個就是,其實看得到呢,弱室和神的關係非常之好 他是,他也是很快處理了他哥哥對他的傷害 雖然他哥哥出賣了他,但是他呢,如果他一路受這個影響呢 他就天天都會很奮衡,大家可以想像 如果他是一個很開心的人,他受這個影響的時候 他就會很奮衡,甚至呢,會埋怨神 為什麼神你不救我,為什麼會讓我這個歌出賣呢 就是他可以有這些的奮衡 但是呢,聖經講到他是,他百事順利,因為神與他同在 所以呢,他真是與神,真是很聽從神的 那也都神一早給他兩個異夢了 就是他將來會,他的歌,甚至他父母都會拜他 所以呢,就看得到他,真是由起初 他已經,他是領受到這個恩賜的 他有這個恩賜,就是他有這個異夢的恩賜 然後呢,還有解夢,他去埋怨的時候他就解夢了 但是最重要呢,就是他真是與神有一個很好的關係 所以當他有這個,與神有一個很好的關係的時候 神就在他生命有其中的奮衡計劃 他這個歌是沒有去破壞這個計劃 魔鬼沒有去破壞這個計劃 魔鬼想破壞這個計劃 那麼,這個經歷給我們一個什麼的鼓勵呢 就是對於基督徒,有些我們想去賜神 我們想做神的工作 這個經文對於我們有什麼鼓勵呢 就是說呢,人不能夠破壞神的 有些什麼鼓勵,大家可以回應一下 如果我們靠近神的話 根本上就不需要怕人陷害啊 是啊 所以這個經文是非常之好的 就是我們不需要怕任何的 只要我們聽神的話,神一定會帶領我們 因為我們這次是說到靈聖神的方向嘛 那有時候不是一定是神說話我們知道什麼方向 有時候就是神,直接是安排了我們進那條路 安排我們進那條路,為我們預備 只要我們聽神的話呢,就會進到這條路了 那所以這個經文告訴我們 當我們想走神的路 我們是可以放心的 只要我們的心是愛神 隨時遵從神和師父神 我們就可以放心,神一定會成就祂計劃 只要我們跟祂有親密的關係 就是凡事遵從祂就可以進入神的話 所以呢,就不用說很害怕 死了死了死了 我是不是神呼召的呢 我之前也曾經說過 神的呼召可以是一個行走的感動 就是說,有個人經常都覺得有感動 很想說本 這個已經是神給他的感動 他又很想去侍奉神 很想成為 總之無論什麼崗位 或者是組長 或者可能有機會真的傳導 他的心都是說 我想去做 這個已經是一個呼召 因為聖經講到 如果不是聖靈的感動 沒有人能夠稱耶穌為主 同樣 如果沒有聖靈的感動 是沒有人會想毀生的 大家記得 當彼得說 耶穌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兒子的時候 耶穌跟他講他什麼說 大家記得嗎 耶穌說這個不是血肉指示 乃是我天上的父子指示 就是他會這樣承認耶穌呢 就已經證明是神在他裏面做功 所以同樣 當我們有這個心去走神的路的時候 就是神已經在我們裏面做功 我們才會有這個動作 另一個經文就是 例如《比書2章13》那裏 其實我們遲些會看這個經文 就是我們立志行事 我們有削心去立心去示範神 走出來 就證明是神在我們裏面運行 為了成就祂的美 那大家聽完之後 你們中間有沒有人 你可以 不同的人都可以簡短的分享 有沒有人你真的覺得神在你裏面 一直推動你的 一直激勵你 去視乎神 有沒有 有 有 你可以這樣的 你說有 然後你就說 就簡單 就是兩句左右 就是說 神感動我做些什麼 我就怎麼回應 讓不同的人都可以回應 就是讓我們中間 如果有人需要的心 去示範神 給神使用 都可以開聲 但是每個人都只能說幾句 就好了 讓其他人可以說 好 你說吧 是 神會 會引導我去做教會的事 做傳福音的工作 或者是從不同的媒體 去做一些聖經、傳福音的事 例如在一些Facebook、WhatsApp、WeChat 都會放上一些經文 而其他的弟兄姊妹都會一起分享 好的 我又簡單問你 你們大家都可以說 你有沒有覺得神 去推動你去做這些事情 一定是 因為如果自己根本上就 不會做 因為沒有這麼大的決心 送心 好的 好 其他人可以說 你有心給神的人 你也可以說 我想分享幾句 之前 好像約室一樣 之前在家裡都經歷了很多傷害 雖然家人 我知道不是有心的 但是很多傷害 都經歷了幾年的神 醫治我的心靈 但是神使用這一切 讓我更加明白 遭遇同樣傷害的人 有時候神也會派一些人過來 我盡力鼓勵他們 幫他們走過一些情緒低谷 謝謝主 好 神感動你去幫助那些有情緒需要的人 好 其他人呢 我分享 神會被我看到 為何我這麼說 我感恩 就是 我附近 是不斷去街邊 那些什麼 都不斷去遇到那些人 不斷去遇到那些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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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總是遇到他 我會祈禱 祈禱神祂會被我看到 祈禱所要關心的 跟他們傳福音 在耶穌面前 帶著社會 它是神感動的 有時候去巴士等 也會遇到那些人 比一去過一些地方 不熟了 聖年祖母人在裏面 叫我走過去跟他打招呼,問他,就是這樣去關心人,就是神聖靈在我裏面。 好,非常好。 其實我想跟大家分享,就是鼓勵大家, 其實很多基督徒都會有這些聖靈的感動, 聖靈感動我們的時候,我們就一步步去進入神的計劃。 還有沒有人想分享? 有的,牧師是我,Esther。 OK,你好。 你好,我很想,很渴望,有一天能夠帶著恩賜和能力去服侍神的覺。 很想,在裡面很多年的這種學獎。 非常好。 好,你們很有心事奉仰,想成全的人那些,你可以個別和我聊的。 那我是會幫助你們的,因為我的心就是成全神的子民, 興起更多人去行神的路。 所以,如果你們有心,是更加全面性地進入神的事工, 我是很樂於幫助。 OK?好,還有沒有人可以分享? OK,好,我們現在又去想另一點,關於這個經驗。 是說呢,成就今天的光景。 那當時來講,以他們那些家人來說呢, 他們就是,好像就是保存他的性命啦。 但是其實神在藥室身上成就的工作, 如果大家看以斯林的歷史, 藥室去到埃及, 對於整個以斯林的歷史有什麼重成? 大家知不知道嗎? 有沒有人知道可以講出來的? 你救了以斯林人。 OK,你解釋得清楚一點, 就是怎樣救了以斯林人和整體的計劃? 它就是免了那個… 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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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救了他們,脫離這個飢荒。 但是除了之外呢, 在整個以斯林的歷史上, 藥室的工作有什麼重成? 藥室呢,就是神使用的一個人, 叫以斯林去到埃及的地方, 然後後來過了四百年。 不是四百年, 是摩西之後四百年有。 就是… 就是… 那個時間我要想一想一下。 他們在埃及四百年呢? 明白。 總之呢,過了很多年之後呢, 然後呢,他們就出埃及了。 神呢,就帶領他們。 所以… 是的,就是後來呢, 就… 由阿伯拉罕至到摩西是四百年。 那… 阿伯拉罕就是… 約室的時候就不是阿伯拉罕, 因為聖經有講到四百年之後的藥, 就是這個摩西的藥, 會取代阿伯拉罕的藥, 因為聖經有講到, 所以我知道那裡是四百年。 那意思是什麼呢? 阿伯拉罕本來是… 在… 在… 就是… 加納的地方, 是一個很少的群體令人, 那他們去到埃及呢, 因為約室的原因, 後來就去到埃及了, 就成為了一個大族, 一大群。 那然後呢, 到了後來摩西的時候呢, 就帶領他們出埃及, 去拿回加納地。 那這個計劃呢, 一方面就是讓以色列人成為一個大族, 也都是告訴以色列人一個教導的, 就是說呢, 他們本來是在埃及地, 是維持加, 因為他們初初就不是道路, 但是後來就做了奴隸的, 因為後來, 約室死了之後呢, 他們就沒有了和… 這個法魯王對他們的… 那個… favor, 就是他們對他的恩惠, 那就… 然後呢, 就… 他們成為了一大群人, 那神呢, 就感動, 帶領摩西, 要將以色列人帶領出, 離開埃及的地方, 進入加納地, 就告訴他們, 你本來在圍徒之家, 你本來是… 什麼都沒有的, 其實, 初初, 神簡算阿伯拉罕, 都是… 他都是… 就是沒事的, 他不是有什麼特別的… 好的地方, 所以神簡算他, 就是神出於恩典, 簡算他, 然後呢, 就是… 神給他這個機會, 神會答應他, 祝福他, 能夠祝福難來, 萬代要因他得福, 那這個是神的計劃, 而他成為一個大國, 就是在埃及的時候, 還有呢, 也都教導他這個, 你本來是圍徒之家的, 神救你出來, 所以你其實是無可誇之處, 神就將你拯救出來, 是一個很大的恩典, 那… 也都是… 告訴以後的信徒聽, 其實我們都是… 本身… 本來是魔鬼的陸弟, 但是呢, 神… 將我們拯救出來, 就是看… 一方面就是建立, 以色列人成為一個大族, 第二方面呢, 就是告訴人們, 其實我們有的一切, 都是出於恩典, 我們是… 我們不配的, 我們是… 根本呢, 本來是圍徒之家的, 但是神將我們拯救出來, 那…所以, 藥室在神的計劃裡面, 是一個很重要的部分, 很重要的部分, 就是神使用一個, 被祂的歌出賣了的, 一個… 联聽人, 就… 以… 帶領以色列人, 以至後來呢, 以色列人就在埃及神山中, 那…所以, 神真的可以使用一個很… 很簡單的人, 就是好像聖經裡面記載, 譬如摩西那樣, 那…他也都是… 他… 其實他… 他本來是很慘的, 因為… 本來呢, 他應該是被殺的, 但是誰不知呢, 他的姐姐呢, 就把他帶去公主那裡, 帶了他去皇宮, 那…但是呢, 他後來… 那… 這個都是神感動他, 他不想再… 認自己是法女的女, 他要呢, 做回以色列人, 那… 然後呢, 就… 因為他看到, 埃及人欺負以色列人, 於是他就殺了… 埃及人, 那… 就… 要逃亡, 那…神就使用他一個… 一個… 平凡的人, 本來應該被殺的, 神就使用他, 那…聖經裡面, 很多人物都是… 神呢, 就是本來… 他本來是一個很… 簡單, 就是不是很特別的人, 但是神使用他, 那…同樣, 若實也是… 就是當時來講, 只是一個年輕人, 但是神呢, 就… 賜給他一些義務, 將來會大大使用, 那… 那…我都想大家… 深信, 因為耶穌說呢, 我所做的事, 你都要做, 並且要做幾隻更大的事, 就是… 如果我們想走神的路, 那… 我們那個主題, 因為… 有人要求呢, 就是怎樣聆聽神的聲音, 來到… 領受方向的意象, 我就想說, 就算你聆聽不到, 你留意到內心的感動, 就已經… 我們一邊聽話呢, 神已經會帶領我們的了, 不過如果你聆聽到, 是最好的, 那… 如果你中間有些人呢, 是有這個儀象的恩致, 或者聆聽到神的聲音的恩致, 我想你個別告訴我, 個別告訴我呢, 因為我會和你聯絡的, 我會和你聯絡的, 我會和你聯絡, 我想… 是… 去幫助你發揮你這個恩賜, 那… 現在都有… 有幾個人是有這個恩賜的, 就是… 我現在聚集了一些人, 如果你有這個心呢, 我請你… 請你去… 告訴我聽, 在你個別告訴我, 以後我個別和你有一些溝通, 怎樣… 就是有些人有這個恩賜, 可以去祝福其他人, 可以領受神證清楚的方向, 譬如我自己, 在我經歷聖靈之後, 我曾經參加一個聚會, 那個… 就是… 一個大的聚會, 是… 是… 當時來講, 我只是坐在會中中一個人, 但是當時那個… 講者… 就看著我, 跟著就叫我出來, 然後她就跟我說, 你將來會去到列國, 這個就是… 其實我不是因為她, 所以我想去列國, 我根本一早想去, 但是她這個領袖呢, 是給我一個confirmation, 就是一個肯定, 就是說呢, 神真是… 賜給我這個方向, 那我當時來講, 根本是沒有機會的, 但是… 今次我回來香港, 是神真是給我一個機會, 去到… 那這個就是… 神一早有的計劃, 祂就會將我帶進這個計劃, 就是… 神會帶我進去的, 當然我們領受到是祂的, 但是我們… 就算領受不了, 只要我們眼前聽話, 盡量可以做得的, 為耶穌做得來做, 祂親近神, 就能領受到神的方向, OK? 有沒有人有些回應, 關於這一點, 就是… 神要用你, 就是要用藥室, 怎樣在以色列人中, 做好大的事, 神都會使用我們, 做偉大的事, 只要我們聽耶穌說, 親近主, 體重耶穌, 神就一定會, 逐步提升我們, 有沒有人有些回應, 就是關於這方面, 就是領受神的方向, 這麼簡單, 如果神自己想帶領我們? 是, 我先稍後一點, 就是我… 我… 三年來, 就是… 我那個生命, 就是一路一路去… 順風順帶領你, 就是有時候聽到很清晰的, 有經文, 還有鼓勵, 還有讓你知道, 比如說, 一個經文, 《非勒比書》 說, 你就是彎曲半夜的世代, 復訝我下癡, 二女。 接著我就問, 我說, 怎樣做? 今天, 神來跟我說, 你要做嚴重歌, 但是做嚴重歌, 我也不明白的, 我收了幾個月, 但是我不明白的, 但是你看到神, 真的… 就是很奇妙的, 就是讓我一路一路… 不斷去教會啊, 去喝啊, 看到那些東西啊, 幫助那些… 但是他都是那些不信, 就是不什麼靈魂的事, 但是我都是… 我都是… 不介意的, 繼續去這樣做, 還有, 我知道神要我去那裡, 我輪寫在那裡, 街坊啊, 看到有需要的靈魂, 幫助更多的東西, 所以我就是堅持, 去學習, 去學習, 可以去做一步。 非常好, 還有沒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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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有沒有人想分享啊? 我想請問一下, 神要做那件事呢, 是不是要感動那些代討者去吐告的? 就是要找到別人, 去吐告, 那件事才可以做到。 你的意思是不是要… 就是有代討者才會有人興起啊? 是的, 神經常在尋找代討者, 在暫在破口裡面, 討告嘛, 那… 就是那個作用是什麼呢? OK, 你先是不是有說到, 就是要有代討者才能夠興起人? 是不是有這個意思? 不是興起人, 是神要做那件事, 神要做那件事, 但是要找代討者來發出討告。 然後才會成就, 是不是這個意思? 然後這個時候就做了, 是呀, 就成就了。 就是如果沒有代討者就不會成就, 是不是這個意思? 那如果沒有, 不知道怎麼樣啊, 但是他經常都要找代討者去吐告, 那這個作用是什麼呢? 我自己就, 我從聖經我看不到這件事, 就是一個鑰匙是代討者, 我看到代討者是神想人討告, 但是呢, 神並沒有說到, 我的工作不會做出來, 除非有代討者, 我看不到聖經是這樣說的。 但是, 聖經就是他要尋找那些人, 站在破口裡面, 就是這件事討告了。 聖經裡面, 有寫這些的, 就是, 尋找那些人, 站在, 在哪裡找這些人去討告呢? 就是這樣。 這個, 英文的歷史呢, 就是說, 他們當時, 講以色列人, 有很多問題, 有很多罪, 那神呢, 是想他們, 站在這個碰口, 為他們討告, 就是想要討告。 但是, 不是代表, 神做每一件事都有代討者, 他才可以做到這些工作呢? 就是, 譬如說, 好的, 你上前, 是不是要有代討者為你討告, 你才可以討論, 是不是這樣的意思呢? 我不知道你是不是。 好了, 總之代討的作用, 比如, 我聽過人說, 他說, 如果那個人去做一件事, 但是沒有人替他代討, 神自己會在別處找人替他代討的, 可能那個人在說謊言, 其實那個謊言就是為了他討告的, 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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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有一些代討者, 那些人在這半夜三更, 又會躲起來, 神要去感動那些事, 討告, 討告完之後, 他又睡了, 就是, 就是, 不是他, 不是他自己, 很多事情要討告, 是, 神會感動他們半夜起床, 就討好, 討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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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些事, 不是他的朋友, 就是, 代討的, 是的, 我就是想知道這一點, 代討者那個做什麼, 神是想我們為他的天國祖告, 為神的子民祖告, 耶穌說, 你祈禱, 就是, 就是, 天父差派工人去收他的莊駕, 保羅說你祖告, 叫我能夠有開福音的門, 讓我智慧去結福音, 但是, 保羅的更新, 並不是有人說, 這個保羅我要改變, 他才會改變, 即他不是有個代討者, 祈禱保羅, 接著, 保羅才興起, 神的子民, 其實這件事呢, 聖經是很詳細, 清楚地說出來, 到底, 我們的祖告和神的成就計劃, 那個配合, 到底是, 怎麼樣呢? 我們, 看得很清楚, 聖經不是有很清楚的經歷, 說到, 如果你不討告, 會怎樣? 討告的時候, 會成就什麼? 我們可以, 其實可以搜集的, 我們也可以搜集經文, 比如說, 我們看到, 那些先知為以色列人討告, 求神去成就祂計劃, 去拯救他們, 我們也看到, 一方面, 神是有祂計劃, 但是, 同時, 我們也看到, 以色列人依然是很多人犯罪, 就是, 這個代祖並沒有將以色列人全部改變, 但是, 有一部分人是始終信耶穌, 就是信神, 信耶穌的, 跟信耶穌的, 但是也有很多人是沒有改變的, 而聖經也說到, 主權揀選在神的手中, 就是, 神揀選, 有些人得救, 神沒有說, 是, 有人代祖, 你就會得救, 是沒有說這件事的, 所以, 或者我可以去搜集, 就是, 聖經的支持, 到底, 代祖的重要性, 我在新約看, 我就是這樣看的, 在新約看, 我就看到耶穌叫人去, 求天父差派工人, 出去收到莊架, 古羅叫他的信徒, 為他祷告, 在書信裡面也有說到, 為萬人祷告, 叫我們有平安的人, 只可以傳呼音, 但是, 聖經同時就叫我們去傳動, 並沒有說到, 一定要代祖以後才能做到這些工作, 是, 我自己就, 在新約聖經, 我就看不到, 有, 就是, 經人就說, 如果你沒有代祖, 你就做不到的, 我就看不到這件事, 聖經是叫人代祖, 但又沒有說到, 你沒有代祖, 你就做不到的, 是, 但是我們, 因為聖經是叫我們代祖, 我們應該代祖, 不過那個重要性呢, 就是, 或者我需要在這方面去再查, 我, 其實我, 我有看過, 譬如有些經文, 記得我有看過, 就是, 講到, 就是, 就是, 薩姆兒, 摩西, 為以色列祈禱, 神就不要消滅他們, 就是, 譬如, 摩西, 求神, 不要消滅以色列, 因為, 神說, 我要消滅他們, 摩西就求, 那, 就講到, 摩西和神, 他們為, 為以色列祖告, 因為神呢, 祝福以色列祖, 神呢, 繼續祝福他們, 有講到這些, 但是, 在, 神的, 整體的計劃, 是, 這個, 代祖的重要性在哪裏呢, 就, 我就看不到一個很絕對性的重要性, 但是, 這個是, 聖經有講到的, 就是, 我們, 我們討告的時候, 神是會使用的, 但是, 怎樣使用呢, 聖經是沒有清楚講到的, 就是沒有清楚講到的, 你祈禱的時候會發生什麼事, 那, 同時呢, 我也都覺得呢, 在, 在, 聖恩運動呢, 是, 太多人就說, 我是代祖者, 就, 沒什麼參與時供, 他只是代祖的, 那, 我覺得這件事呢, 他們就覺得代祖呢, 在, 靜就神計劃, 有些, 那, 我覺得, 那, 我就覺得, 一代祖先教士, 在, 在, 司徒行轉, 我們看不到這件事, 看耶穌吩咐門徒, 也都看不到這件事, 因為耶穌沒有說, 那, 你們天天在那裏代祖, 就是, 聖經是沒有講這件事, 聖經是叫耶穌, 叫那些門徒出去, 他派十二門出去, 他派七十門出去, 然後, 派派所有門出去, 傳呼音, 在司徒行轉, 也都是, 他們就是出去, 傳呼音, 但是他們是, 討告耶穌, 聖靈就感動, 叫他差派保樂出去, 所以, 我就, 看到聖經是很強調, 你看保羅書信, 是很強調, 我們去, 傳呼音, 去, 建立靈靈靈靈, 去教導人, 就, 就是, 很肯定, 傳呼音和建立人, 教導人, 是那個, 聖經的篇幅, 用的時間, 是更多關於你們的, 代祖呢, 是沒有這麼多講究的, 所以, 我就看不到, 有些人, 他們就是代祖, 你講這個年詞, 代祖孫教士, 就是他們只是代祖的, 那我就, 那我也都曾經聽過, 有人這麼說, 他說有些人, 就去一個國家祈禱, 那他們就下了飛機, 就圍繞過城下, 走完, 就走, 那就成就了, 他就說成就了, 神要做的事, 那我就, 我真的覺得呢, 就是當時有個牧師回應, 就是為什麼他們, 傳呼音都不傳, 只是走去祈禱, 就覺得就做完了工作呢, 就是我自己, 對於這種, 好像將代祖, 完全就是, 好像我們的事奉, 就是代祖為主, 我就覺得, 這個是聖經沒有講, 代祖過的重要性, 就是這個位置, 聖經是強調著, 教導著, 建立著靈命, 那這件事, 我可以再去審查聖經, 其實我有一個文件, 我有寫到代祖的造成, 有一個文件, 我有研究, 我就去, 從聖經找出代祖的造成, 我有看到, 但是我在那裡, 我看不到這些人所說, 我有看到, 就是摩西和, 但是, 神是, 因為他們的代祖是很有力量, 我有看到這個, OK, 這個問題, 因為我說, 我是未曾有一個, 很完整的答案, 所以我們, 我才會再報告大家, 大家有沒有想問? 是, 老師, 我有一個問題, 講給你, 是, 剛才你說, 聽到神聲音, 可以接觸你, 是嗎? 是, 但是呢, 是很少的, 可能做了基督徒很久, 只有幾次, 那是不是都可以接觸你? 你可以接觸我, 你可以接觸我, 就是, 你聽到多少多少多少, 你都會告訴我聽, 那我就可以去幫助你, 就是, 怎樣可以聆聽到神聲音更多, 怎樣安靜好, 怎樣放下心中好的東西, 讓你的心平均安靜, 然後呢, 去聆聽到神的聲音, OK, 明白, 是, 那, 那, 我想說, 之前也有分享過, 聽到神的聲音, 就是說, 羅馬書十二章一節二節, 那, 後來做了, 就是自己也有跟隨神, 他的教導, 他的教導, 那之後呢, 這幾年就會看到, 神給我的使命, 就是, 做殺種的工作, 去繼續去支持, 鼓勵, 安慰身邊別人, 安慰身邊的人, 為他們, 幫助他們, 走過這個困境, 為他們抹眼淚, 以及要帶領迷失的楊培家, 是, 非常好, 感動你, 有這些事情, 非常好, 但是, 他也有一個提醒的, 就是, 我, 這條路不容易走的, 所以說, 如果我有一些, 痛苦, 可能自己也會有一些, 有些事情, 想不可以不開心, 或者, 痛苦的時候, 神會親自為我, 抹眼淚, 這個, 過去這幾年, 是, 看得到, 神給我的使命, 就是要去做殺種的工作, 他也都是, 很感謝神, 他也都很, 多方面, 都會是有, 一些的支持, 一些的幫助, 帶領, 感謝神, 我現在開了, 我寫的文字, 因為我之前沒有寫的, 其實有很多點的, 裡面有很多點, 我真的都很, 全本聖經去搜尋, 那我是看到, 聖經是有講到, 代祖的重生, 不過就沒有講到那個, Absolute, 就是絕對, 要有代祖者, 才能夠做到, 那在詩篇106, 編23節, 都有一節, 所以, 他說要滅絕他們, 若非有他所簡訊的, 摩西暫留當中, 要滅絕破口, 使他的憤怒轉消, 恐怕他就滅絕他們, 就是說, 神本來要滅絕以色列人的, 但如果不是摩西, 站在當中, 原來是破口的, 就使他的憤怒轉消, 恐怕就會滅絕, 就是會滅絕他們, 那這裏所講呢, 就是說, 摩西, 為以色列人祈禱, 然後呢, 神就, 降災給他們, 那, 但是這個, 不代表, 就是, 神本來想懲罰的, 但是, 神結果沒有懲罰到, 那這個, 代表就是說, 我們做每一件事, 都要待到, 才可以做得到的, 就是, 我就看不到這件事, 但是, 這裡是講到, 摩西在祈禱, 就保護到耶穌人, 叫他們, 不至於被神滅絕, 那有, 其實, 我有很多, 其他經文, 可以傳給大家去, 大家都可以用心去看的, 就是, 我裡面搜集了很多經文, 那, 但是, 我始終是, 沒有找到, 有些人所講的, 是要, 有代祖, 才能夠成就神的工作, 就和我, 我講到, 就是說, 有一個人, 就講到, 要人, 授權給, 代祖, 就是, 授權給神, 神才可以做事, 這個就是其中, 代祖運動, 其中一個, 他們的神學的觀點, 這一點, 我就覺得, 真是, 真是, 在聖經有支持, 就是, 聖經沒有講, 那我們是應該代祖的, 我們是為, 就是為到, 人得救, 和教會的興奉, 那, 我都想講呢, 在代祖運動, 有另一種方向, 這個, 這個方向呢, 講到, 為七道山道道, 那七道山, 是什麼呢? 就是, 我寫一下, 教育啦, 娛樂啦, 政府啦, 醫院啦, 其中有, 教會啦, 有, 就是, 總之在這個社會上, 有傳媒啦, 就是在這個社會上, 有七道, 那, 他們呢, 求神呢, 幫助這七個範圍呢, 都, 會聽神的話, 在裡面有公義, 那, 也都有人呢, 有這個觀念的, 就是有一個, 有一個, 那個, 仕徒的, 仕徒有三個意思的, 一個仕徒的意思呢, 初期教會的仕徒, 第二個意思呢, 啊, 有些人呢, 就說, 他開一個新的事工, 或者一個新的方向, 會帶領很多人跟從的, 那他就, 稱為自己是仕徒, 這種的方向, 但有另一個仕徒的意思呢, 就是說呢, 他是有這個權兵, 如果那個地區的, 每一個地區都有個獎, 有個仕徒呢, 領受這個權兵, 這個, 這個, 這個觀念是由, reddings的, Gathal Church, 開始的, 他就說呢, 我們有這個權命, 你們呢, 就如果, 啊, 你們中間有興起, 仕徒, 和我們配合, 在你的地區, 你圍到這七個山旗, 呢, 神當然就會復興這個, 這些人呢, 是會更加聽神的, 這七個飯儀呢, 都會被神掌管, 那這一個部分呢, 我聽到的時候, 我真的覺得是, 正經是沒有講到, 這個世界越來越聽神話, 正經是講到, 這個世界越多聚幕, 那些人越聽神話, 我們是去, 討告求神, 興起, 人去傳福音, 和興起, 人去建立人的靈體, 我覺得呢, 討告是主要為, 教會, 和為那些人信耶穌, 也都求神, 給我們平安的人, 給傳福音, 就, 不是改變這個世界, 成為一個更加好的世界, 這個世界, 會變為更加好, 是只會越來越差, 這個是, 我們已經進入末期, 是越來越, 魔鬼的作為越大, 將來就, 興起敵基督, 他呢, 攻擊教會的, 所以呢, 我, 我真的覺得是, 為了這七座山祈禱, 那跟著這個世界, 就會變成, 很復興, 跟著那些人, 很聽神話, 就是, 根據聖經講, 末世並不是這樣, 那我就覺得呢, 其實, 有很多人的精力, 如果放在傳福音, 和建立靈, 那個火效會好很多, 但有很多人呢, 他們那個精力, 就很多放棄, 只是代土了, 代土是好的, 不過, 不只是代土, 一定是代土之後, 一定是殊光和建立靈, 這個就是我的看法, 我就看不到說, 要有代土, 才可以帶來復興, 我覺得, 每一個人, 當他親近神, 他親近神, 將生命獻給主, 他的生命, 就已經復興了, 他就將願意給神使用, 當然, 討告是會加力給他, 就是, 討告是會, 成就神的工作, 但是, 不只是代土, 一定是配合全福音, 和建立, 和訓練人士, 和神, 這個我覺得是, 是必然做的, 我可以傳這個文章給大家, 大家可以看看, 牧師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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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呢, 我也有些經歷, 就是, 其實全福音, 一定要靠祈禱的, 要, 因為這些呢, 就是我自己, 可能追求主, 和一信耶穌, 知道天堂是真的, 地獄是真的, 當然, 就是為那些失信靈魂祈禱的, 到現在都是, 我覺得, 神真是很聽祈禱的, 照著我的祈禱, 就去成就, 那些祈禱呢, 那些祈禱呢, 就不會, 就會很廣泛的, 就是為世人祈禱, 那些失雅之錦動又祈禱, 就是那個祈禱呢, 我覺得是, 祈禱真是神廳祈禱, 真是得著, 你自己, 自己又要祈禱, 又要傳福音, 又要傳福音, 是的, 我贊成的, 我只是說, 不要只是有些人, 只是做代祖的, 他們應該, 而且有很大批的人, 只是做代祖的, 就是這個是, 現在這個, 這個世代有一樣的工作, 就是他們是, 有些代祖者, 他稱為代祖者, 他整天的工作就是代祖, 我自己就覺得, 就是, 應該只是代祖, 還有呢, 到底代祖是不是要, 代祖一定是有幫助的, 祖告一定有幫助, 那個問題是, 要代祖才做到福音工作, 就是那個問題就是, 譬如, 那個人, 他很多祈禱, 然後他跟著傳福音, 那他是不是一定有其他代祖者, 支持他, 他才可以做到福音工作, 因為他真心, 忠心, 他親近神, 有神的痛在, 他為那些人祖告, 然後他傳福音, 他已經神會祝福他, 就是是不是需要有代祖者, 他才可以做到這個工作, 這個就是沒有的問題, 我就覺得, 牧師, 我相信你這樣說, 你說得沒錯, 我都是好像你這樣說, 痛神痛在, 就是祈禱, 就是傳福音, 單個人化, 就是這樣, 是, 是, 就是, 是, 大家可以思想這件事的, 也可以回應的, 就是我們去尋求神的, 帶來, 是怎樣, 代祖的地位應該在哪裏呢, 這個是, 都是, 我們應該去尋找的, OK, 好了, 好了, 祝福大家, 我們一起祷告一下, 我們謝謝你, 因為我們知道你是掌權, 我們知道你是掌權, 就算, 約室的哥哥想害他, 但是也害不到, 因為, 神要使用他, 神要成就的計劃, 那個計劃是來自神的, 嗯, 來自神, 有個計劃, 要使用神, 神就會, 建立和約室的關係, 約室也都是很忠心, 建立和神的關係, 神就, 祝福他, 去到埃及的時候, 得到埃及人的欣賞, 一路提升他, 最後呢, 成為了宰相, 我們看得到呢, 神是, 主動那位, 神是主動做這個工作的, 是, 神是, 的工作是, 沒有人能夠難阻的, 人想害人, 但是不能夠害到, 忠心是, 神給人, 所以我們不用擔心, 只要我們聽神的話, 忠心做神的分子, 我們向前去, 神一定大大的力量, 多謝神, 祝主賜給我們力量, 帶領我們, 都幫我們明白, 在島的造成, 在哪裏, 到底, 有多critical, 到底應該放的時間, 有多少在在島, 祝主親自帶領, 多謝神, 為了共同心, 阿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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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想講一講, 親近神的討告和在, 總是兩人的分手, 親近神討告, 我經常有神的存在, 然後, 另一個就是, 我親近神的存在, 有神的恩高能力智慧, 去侍服他, 我講錯了, 我意思就是說, 你和神個人, 有親密的關係, 你又有愛靈魂的身, 按照神的旨意求, 神使用你, 結果就是這樣, 我意思就是這樣, 是的, 你的觀念就是, 很多人對於代祖的觀念, 這個觀念是什麼呢? 就是說, 我們親人神得力, 然後, 我們為了那些失喪的靈魂, 保護人, 這個就是, 是很多人的看法, 但是, 在現今的代祖運動, 就不是這個意思的, 他們是會有很多人, 主要是代祖, 並且是二十四七的祈禱, 那他們覺得, 就是當他們這樣做的時候, 就會, 其中就是改變社會, 整個社會提升, 和教會提升, 那我們就說, 是不是, 一定要有, 就是有足夠的人代祖, 然後復興, 還是我們親近神, 然後遵循神, 然後帶來復興, 一定有代祖的, 不過代祖的重要性, 有去到什麼位置呢? 這一點就是, 我從聖經, 我去找的時候, 聖經是有講的, 聖經真的有講的, 不過聖經是講的, 更多是傳福音, 和建立命令, 和教訓人的, 正經是講更多這方面, 所以我就, 所以我就, 也一樣。 我要做成功了, 那無論如何, 在此或許, 使有十分有陰氣, 可以找到佛同船 等六個城, 在此起碼路下, 我希望無策, 很適當地, 最勝可的山子, 大人好, 自由之間, 有一場陰氣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